闺蜜一直两天失恋了 几乎和所有失恋的人一样 她先是大哭一场 然后一鼓作气 拉黑 删掉了对方的微信 一副这辈子 都要老死不想往来的模样 结果没几天 她就在大半夜给我打电话 她问我我该怎么办 她告诉我她很想的 她问我 我重新加回她的微信好吗 我突然想起了 微博上很火的那句话 九个字 不拉黑 不删除 不联络 也许这才是放下一个人 最好的状态 你知道通讯录里 躺着一个人的名字 甚至你看到 就会条件反射地 想起一对故事 但你不会主动联系 不会怨恨 不会生气 甚至你的内心 也不会生起一丝涟漪 你们确实曾经有过一段故事 只是如今 故事有了结局 一切也有了定数 彼此已经散场 何苦百般纠结 在时间面前 曾经比生命更重要的人 最后 也变成了无关紧要的路人 只是道理人 人人都懂 过程 却真的只能自己一个人熬过去 就像李宗盛在歌里写的 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 思念 是紧跟着的 好不了的课 电影《十二夜》里 有这样一个情节 男主角和女主角 分走之后特别难过 跑去问闺蜜 你说我现在去找她怎么样 闺蜜回答她说 你会更加难受 女主角不解 为什么我会更难受 闺蜜说 因为 她不再喜欢你了 女主角听完这句话之后 坐在马路边 嚎啕大哭 第一次看的时候还年轻 不知道这几句话的含义 如今在看 却会在女主角痛哭的时候 也跟着红了眼眶 你知道爱情这回事 其实 没有什么过错 当时爱是真的 后来不爱也是真的 提出分手也许是假的 但答应分手 一定是真的 只可惜陷入爱情里的人 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总想着再联系一次吧 再说说话吧 再见一次面吧 口口声声说着 只要做了这些 就能干净利落地放下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真的说了 贱了 犯傻了 就会发现 得到的 不过是对方又一次的残忍 更无情 你早该知道 人就是这样 会对一个仍然爱着自己 可是自己却已经不爱的人 格外残忍 把一个人从自己的生命当中 剥离出去 到底该用多少个夜晚 喝泪水 刚分手的时候 你难过心痛 无以复加 借酒浇愁 喝醉了全世界都是他 后来你好了一点 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 比如一部电影 一首歌 一句歌词 一条马路 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 再后来 你不再想起他 直到某一天晚上 洗完了澡 光脚踩在地毯上 桌上的手机 随即播放到一首歌 擦干头发的手 停顿了一下 你在那一瞬间 想起了一些人 想起了和他的故事 可是 也只有那一瞬间 躺在床上的时候 一切就跟往常一样 可是你知道 有些事情真正地过去了 有些 才刚刚开始 你知道为什么 总有的人 把爱情比作生病吗 因为放下一个人 和大病出狱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个人 那个人就像疾病 来势汹汹 让你感白下放 直到病情锐减 你才发现 自己有了抗体 也跟着强壮了一些 生病的过程不好受 但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总会有 完全康复的那一天 我们的这一生 遇见和离别 恋爱和分手 都是常态 过不去的坎 你无需放在心上 放不下的人 也总会高一段路 什么都会开始 什么 也都会过去 爱情本身就是一场错过 很荣幸 和你一起错读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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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我认识 识